好我们要来看到现在这几天 大家都在看到你这个罗生们 我们今天要请所有我们的专家们 来带大家讲清楚看明白啊 这个绿白要瞧国会的龙头 好各说各话越演越烈 到底谁是中间人 那么这个电话门怎么解呢 现在呢还在咬出了 另一位的中间人 来看到就是这一位 长安科技董事长林玉哲 好他代表谁呢 他今天发了声明在这边 这个声明的部分我们来看到 他说呢没有想到一个以和为贵 让台湾更和谐转动的想法 居然是酿成了不可收拾的风波 那么也造成了柯文哲林家隆困扰 所以他是恳请在柯文哲主席 还有他团队原本希望在台湾政局 稳定的动机没有改变 但是他说包含他个人的行为 以及找了廖子层女士同行 林家隆并不知道细节 同时也表示说 也不要再波及到其他人了 事前不清楚 政治不是他想了这样 所以在声音上的道理跟诚信 是看不到的 也说整起世界没有谁 授权谁的问题 那么现在总部门长林家隆表示 仅被动告知无权阻止并没有受益的问题 到底知不知情 到底这个中间有多少我们不知道的 将军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们本来以为说院长选举完 这个就翻页过去了 结果没想到后面还这么多故事 可能他们自己当局者迷 看不清楚 但是我们旁观者 我觉得柯批这次真的还蛮委屈的 他被三批了 第一批是国民党嘛 主动去协调他 另外两批 上面来讲可能那个人 就是民进党的上面那个人 他这两个人 就是我们下面上面这两位先生来讲的话 都是隔魁的人选 他们是不是自己擅自做主张 去跟柯文哲协调 然后去瞧这件事情 因为他都有可能当隔魁 当了隔魁之后 那他希望在立法院里面 他的法案能够顺利的通过 所以很可能这两位来讲 彼此之间在较劲 然后自己都 我们看到就是林家隆 他去了这一位先生跟这位女士来讲 他们本身来讲 我们大概可以确定 他是陈林家隆 奉林家隆的意思 去跟柯文哲协调 这个乔治院长的人选 但是林家隆他是不承认 这没有关系 承不承认没有关系 但最起码这两个人 他们认为说是 他们是自己也承认说 自己自做主张 但是我们今天一般老百姓 认为说你怎么可能 就是说两个人自己就 这个打着林家隆的招牌 就去了 不太可能 那另外卓中泰原来不承认的 后来他也承认 他有跟黄珊珊见过面 那我在想说 柯文哲就被这些资讯搞乱了 今天来的是林家隆 明天来的是这个卓中泰 你们两个到底是不是成 共同成 你们两个之间彼此 民进党之间彼此协调好了 没有 有没有达成一个共识 甚至于你跟你们之间党团 有没有一个共识 我觉得这都没有一个定案 所以柯文哲我觉得他是被三批了 因为每一个人都来找他他资讯就混乱掉了 所以他才会 陈永新医生打那个电话给他 他就认为说是不是你们 那就柯文哲来讲 他认为说你们一定是同一个口径来讲 但是我们从现在后续的发展看起来的话 好像不是同一个口径 可能是不是不同的口径 各自不同的运作 其实我觉得原来我们只认为说是在乔院长 这个绿白两个政党在互相乔院长人选 然后其实也有这种心意来讲 但是没想到更深一层意识 是不是有在这个争夺隔魁的这种较劲开始浮现出来了 那我想说再来这样也蛮好的 例如现在来讲的话 三党各自这个三党独立的状况之下 可能很多事情正如柯P所讲 可能会比较透明化公开化 我们也让我们这些局外人 有机会一亏 原来权力斗争是这么黑暗这么可怕 这么丑陋这么无情 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次是不是这个彼此之间 这民党彼此之间也彼此在较劲 他并不是同一个口径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这次来讲 可能所以他才讲那句话 他说不要贏轿还贏卫 就是你不要赢了这个 我已经赎轿了 不要再叫我赎轿了 那是不是他觉得他吃了闷亏了 从这一话里面我们探讨吃闷亏 那为什么吃闷亏 因为不同的人跟他讲 那他可能以为是同一个口径出来的 但是后来我们现在看 好像不是同一个口径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其实说穿了没有别的 因为可能很多人希望这个林佳龙能够入阁 对不对 林佳龙如果入阁的话对他有好处 或许他可能是一个部长或谁 所以他立拱林佳龙 对不对 但是又一票一票的人 他是立拱卓龙泰 他们彼此之间是不同的集团 对不对 所以那又牵扯到 林佳龙跟这个游锡坤院长 两个都政国会 对 那我们现在看到就是 我觉得很落魄的几个人 第一个我觉得 这是我整个案情发展下来 我觉得最委屈的是游锡坤 对不对 从开始被这个扣扣姐羞辱 在电视上公开的羞辱 然后到最后没想到 在他背后捅到的是他们政国会的人 为了平衡派系 对不对 两个都政国会 那他如果继续当行政院长 他就不好意思当这个立法院长 不然这个游锡坤如果继续是立法院长的话 那林佳龙接行政院就会落入这种派系的这种不公平 对不对 分配不均的这种烙人这种口识 所以我觉得这后续来讲其实我觉得游锡坤 他从这里面看游锡坤那种心理 其实一定是很落魄一定也是很伤感情的 但是不好明的讲 他们最后有讲说我们彼此有通过电话 那我才不相信 这种事情对不对 会从此埋下更深的心结 我才不相信 所以我觉得这一处是 当然对我们这个其他人老百姓来讲的话 就是吃瓜群众嘛 我们把个板凳 对不对 倒杯啤酒在那边看 看你们继续闹下去 看你们继续闹下去 然后但是我鼓励 所以这个国民党这个时候 应该利用这个机会 对不对好好来这个 不管是在法院的争取或国会改革上面 应该多多来利用这机会来多多来用力 甚至于争取这个民众党的支持 安慰一下阿伯 因为阿伯最近也很委屈 他输掉又输 好我们可以看到 就像刚刚曾鑫讲的 这个龙头之争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已经确定了就是韩国医院长 但是这一页翻不过去 现在这个白绿阵营就互相来指控说 现在我们刚刚也可以看到 现在是各说各话 那民众党在2月1号开始记者会说 1月31号呢 来到柯文哲办公室的两位 是一个就是廖子诚 跟林玉哲是代表民进党高层 不过呢民众党现在也爆料说 这两个人事实上就是代表 总统府秘书长林嘉隆 所以就质疑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林嘉隆 是不是背叛了游席坤呢 那么林嘉隆也发了声明反驳 表示这两位 这一位特别是灵性的 就是这个林玉哲跟柯文哲是熟视的 而且也说是被动被告知 他没有权利啊 也没有办法来阻止 那么同时也跟游席坤来通了电话 那么感到十分的无奈 到底是谁来瞧这个电话门 民进党警咬说这个副院长是这个愿意无条件支持 民进党人选只要愿意支持黄珊珊 不过柯文哲在受访的时候说 因为呢中间来传的讲这个条件 我只是跟你们确定 好这个是你们条件吗 你们的条件是这样吗 我要问一下党团 那么传话的人就是这个条件 他只是再次的来确认故事到此为止 但现在双方都是说对方要来瞧啦 那么都说要求是在院长的部分 黄珊珊副院长呢 就是蔡奇昌或者是民进党提论人选 甚至柯文哲主席也说 要喊告要告民进党发言人吴征 不过呢在这个两边中间 还有这位呢中间人就是医师 医师陈永新确实是让他在31号 他就已经发了声明了 那么也表示是柯文哲主动来电 而且呢是提到了绿白河 不过呢你看到这位是科办的主任陈志涵 好陈志涵呢跟党媒体长周渝修 也紧急了在主听开的记者会表示 曝光了另外还有三位的中间人 还有一位是谁就是刚刚提到的 民进党前主席卓榮泰也在其中 好他表示呢绿营的各路人马都来联系 都来瞧 1月31号傍晚6点16分 两位中间人林玉哲 廖子恒代表绿的高层来沟通 那么在科办同时也跟绿营的 构层确认过而且在这周就要采取法律行动 请教董哥 其实有时候各方的讲法 当然现在大家认为铺朔铃铃 但是有些点必须要讲出来 凭什么廖子承跟林玉哲 直接可以到民众党中央党部去见到柯文哲 就这个地方 因为柯文哲那时候他们已经宣布了 黄珊珊是他们的院长候选人 那柯文哲平常要找他电话都不接 甚至对不对 他都手 老婆收走了 对手电话我都不接 这两个人随随便便就可以进去 而且柯文哲就在里面等他 柯文哲在党部嘛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会让人家想起什么 因为我看最近有些名嘴讲的 我是不太果同 有人说哇柯文哲这一仗打得真漂亮 这怎么会漂亮呢 因为你只有巴西你要当院长 会让人家想起什么 想起军业蓝白河那一幕嘛 那那一幕为什么没有合 因为民调低的柯文哲要当政嘛 那只有巴西在立法院 占不到十分之一的黄珊珊要当院长嘛 就是说原来你们的所谓关键少数 就是要你们钱拿 那柯文哲的态度就一样 蓝白和我们两个不合我们就输 你们国民党一定不愿意赖清德当选 所以你们只得同意我 柯文哲的态度就这样 甚至在里面羞辱侯友宜 羞辱好几次只要见面就羞辱 你选不上的啦 我民调比你高 但是我们看九份民调 你只有你自己那份准啦 票投出来你输侯友宜一百万票 对不对 所以可以看到柯文哲的心态 就是说你没有我你就不会赢 那现在立法院的情况一样 你没有我这巴西你就不会赢 对 关键 对 他认为我关键 关键我就要大 那其实我相信民进党很多人认为 就是不要给韩国瑜 那可能有些中间有人怎样 但是林立哲跟廖子诚 跟林佳龙的关系众所作之 林佳龙说他完全不知情 我也不太相信啦 因为他去的时候林佳龙知道 那他是想说我如果谈成的话 只要拉下韩国瑜 对立营就是很好的交代 对民进党来讲很好交代 你看韩国瑜被我们拉掉了 那我们以后白的 就变成我们的小立 这个给他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他一定是这样想 那如果我这样做成的话 这功劳就归给林佳龙 林佳龙520就要卸任了 而且还记了一个大功 是 记一个大功 所以这个当然是这两个人要帮他争取院长 是 就是帮他争取行政院长 所以难道他真的是只有被告知吗 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也订阅 我会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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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认识 你会认识 感谢观看